字幕提供 喂,哥仔,在搞甚麼 我正在找玉敏在哪裏 甚麼玉敏在哪裏 甚麼,今天25號 我正在找玉敏射馬購買車在哪裏 甚麼不是,1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可以交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了一閘 喔,原來是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月美,借一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先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香港曾經是遠東足球王國 香港曾經出現過 黃金一代的足球球員 香港球隊也曾經在亞洲足球運史上 創立輝煌的成績 我們亦出產過球員 代表過中華民國 這段歷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賞 今天我們是天大面子 上年大興光面子 何千萬別這麼說 是 是 著名足球評述員 亦是我們俗稱的廣播佬 就是何鑑剛先生 首先是我們鑑剛 所以在我們的行業 很難問哪個最好 哪個最好 問題就是球匹講球品 我們就知道哪些人 一年都不及一次人 有一場踢十多次 那些就有分別者 有些當年踢到人收拾 最厲害就是黎保中 我想到沒有哪個厲害得告的 殺人王 殺人王 我都說何祥被他踢爆了 很厲害 扎著頭哭著 我還想到有種雞足氣球 看得到這個深光 民錦堂那些都很猛 民錦堂、殺棍堂 殺棍堂是我的師傅 他帶我入足球圈 一代鋼門 何蓉興的足球世界 逢星期二晚上十點鐘 慢慢來 哦,慢慢來 第二次我們繼續和四凱哥學習 剛剛上一次就講完了 想著去台灣的香港人 無論如何 你衝破萬能 因為台灣的社會和香港很不同 你高度的政治參與性 因為民主選舉 每一次的投票率 有七成多的投票率 很可怕 上一次 投票率不算高 都七成六 都去到很恐怖 但是還有些地區買票情況 沒有 不是那麼多 所謂買票 你看是怎樣去看 南部的地方會有 那些是為何台灣有所謂的理掌 對 理掌就是類似鄉長 對 打肩膀 你家人一家投誰誰 投一號二號 對 大哥 忍著頭和你說 一個兩千 好嗎 他就不會馬上拿兩千文給你 這樣死硬的 總之你到時候 開票的結果 去估計到 如果沒什麼測 差不多是Bingo了那條數 這樣就有了 去第二處 去沖過三溫暖 沖過三溫暖 你的櫃也多些東西 對 據我所知 什麼黨都會有 都道道都是南部比較重要 北部也不可能 所以這次 老實說 韓粉 又說韓國瑜輸 輸在 沒有啦 罷免了 你現在 不是輸在說 韓粉還在爭執嘛 說他做票嘛 做票嘛 嘞 大家 社會歌就 在台灣監獄過票的 這麼厲害 現在說的是三十八年前 在台灣監獄過票的 哇 三十八年前 莫國瑜做二百多萬票 你做二百票 你也做不到 如果你了解整個台灣的選舉過程 全程的參與 沖過程的話 喂 大哥你怎麼出貓 怎麼作弊 喂 我現在說的是三十八年前 是啊 都不行 更何況今時今日 你韓國瑜輸了二百多萬票 你就承認啦 你這幫韓粉 你現在還爭吵 就越爭越讓人覺得你輸不起啦 你做票你真的做給我看 二百多萬票 二萬票做不到啦 二百票很難做啦 不要說二百多萬票 我覺得 真的你這樣 無謂爭 至於你韓國瑜被罷免 是不是跟這個什麼事呢 也很多時候說不關的 不關 我們這個黨 老實說 KNT 很多人打社會國小報告 我說不可以亂說話 我就很公道 作為傳媒人說一句話 韓國瑜 到由參與 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由黨內初選開始 一直到參與 到今天這一刻 大家有沒有聽過韓國瑜說過半句話 他當日為何要出來選 你有啊 那 沒有 沒有啊 如果沒有 輸成這樣 你應不應該負責 嗯 OK 我不說 我不如置評一下 至於這個投票率成不成功呢 作為我們這樣 我希望低調處理 我希望 台灣的選民都是理智的 尤其是藍營的選民都可以投票 我希望大家的選民 專程一個民主的原則呢 就 希望讓韓市長呢 多兩段時間呢 認真真做好他的事 OK 但是呢 現實來講呢 就是 簽署投票 就是聯署罷免 已經是 整個六成 那 那個結果就 其實 我也看幾份報紙 其實都 都很顯而易見的了 都 幾份報紙的 那個調查 都是 當然我個人來講呢 我是不願意這些事情發生的 不過 民主選舉來講呢 基本上 什麼情況呢 都應該出現一下 就真的被別人去 習慣一下 所以 喂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 喂 怕不怕台灣會變得 完全是 你看看韓國瑜 這些都被人罷免 你還怕他們 怎麼會赤化 今天香港明日台華 這些是廢話來的 唯一赤化的可能就是武統的 如果贏了 好像剛才講的 赤化 武統問題 為什麼呢 當一個兩制 全面撕毀一個兩制 全面 中國的國家安全法 實施在香港 今天 竟然還有人說 這個 不算違反一個兩制 不算違反基本法 香港還可以高度自治 不知道怎麼 大哥 不止 就是喝醉酒的人 真的 腸奸了你還說你是處女 大哥 不要玩 燒豬被你 被你剁了頭 去了尾 然後你說還有燒豬吃 就不要玩了 大家現實一點 我覺得 我也跟台灣的朋友說 大哥 武統就當然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怎麼去防禦自己 因為現在的問題 我明顯看到北京的政府 北京的政權 他覺得很有信心 是很厲害的 哇 真的說了 四川的成都的學生的影片 24小時就可以在台灣喝烏龍茶 之前是一個星期的 但是被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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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將領 說了出來 這個 哪個提槍武統就不行 怎麼 我一早就踢爆他 根本不可能一個星期打贏台灣 但是有人說24小時可以打贏台灣 可以的 我覺得理論上可以的 只要那些國軍全部放下武器 台灣那些 台婆 台妹 都放下了一把菜刀 或者你直接四核彈過來 對 四核彈不行 那個影響力很大 還有台灣的飛彈全部放下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麼可能呢 但是台灣 他本身的防禦系統 都能防到周濟的 台灣其實在三十幾年前 就有個叫做佳山計劃 所以佳山計劃 就是那時候的戰略轉移 已經轉為一個防守 就在台灣的東部 即是花蓮、宜蘭、台東 但是呢 山東的劃穿了 劃穿了 就把優良戰機 戰武、核彈都在那邊 即是西部 萬一登陸 過來襲擊台灣 他就預計了西部 最壞的打算是登陸 但是登陸之後呢 他就作反制 嗯 就在佳山那邊 因為為什麼你的花光石 保護著你打不到 他台灣的地理環境 可以做到這樣 絕對可以 即是他可以做到 他直接告訴他 我是引你這裡上岸 然後打你 沒錯 這樣嘛 那個是一向都是 還有台灣現在為什麼呢 在這個 嘉山計劃就是郭伯川 剛剛死了那個 哦 他搞了 他策劃出來的 這個基本上呢 現在由戰略 就是我們那時候讀書也是 那時候還有那個所謂反攻大陸 那現在 七八十年來 反攻大陸 開始已經轉變了 是固守台灣 固守自由基地 還有他的戰略目標呢 就是 以守代援 所以在台灣今時今日 他們那個 無論什麼 漢江演習 實彈演習 都好 他全部都是以 固守都一個星期 為了一個目標 為了一個目標 其實你看看日本仔 你看看為什麼宮古島去駐了海軍 你看到一些東西 駐過飛彈基地在宮古島 還有現在美軍呢 在羽拿角島那邊 對出那邊呢 就打算駐一支 一中隊的F-22 那羽拿角島在哪裡 台東對出不是那個綠島 綠島蘭如蘭如 再出一點點那個就是羽拿角島 在那裡呢 那裡飛台灣就非常近的 在那裡放F-22 是的 起飛就快很多的 還有現在台灣呢 因為這十幾十年 中山科學院都專注發展導彈 記得以前兩年 不是有個誤射導彈事件嗎 誤射導彈事件 誤射導彈事件 就是有個洪峰三型飛彈 在左營軍港 不小心按了一個按鈕 就啾 射到一隻漁船 那個漁船全身是木的 只有那個軚盤是金屬的 都鎖到嗎 都鎖到中了 那麼厲害 那你說那隻 什麼山東艦 賓州艦 遼寧艦 有很多生秀 如果你說海海武艦 這些是前蘇聯遺漏成本 前蘇聯自己都說這些 弄你了 好嗎 好 來做舞台就好 對不對 做舞台就好 好好的 蘇聯都說 那時候都擺錯了 設計出來 這一隻根本就是 沒有用的 現代海武艦不是這樣玩的 沒有用的 但有很多缺點 台灣呢 蔡英文就是 上個月已經說了 海軍說 雲武飛彈 已經成功 可以由台北打到三峽 他這樣說 其實就是 怎麼可以打三峽呢 你知道 台北和三峽 你做了一個半徑 你畫個圓圈 可以打到哪裡 北京的人可以打到 很老實說 我經常都說 現在台灣的導彈儲存的數量 是僅似以色列的排第二 所以說 當戰略轉變了防守的話 蔡英文在今個520的報告歷 都說得很清楚 要發展不對稱的武力 所以不對稱的武力 就是不跟軍事競賽 就是發展導彈 發展導彈 因為導彈最主要是空中的導航 導航去台灣 你貼著美國 就有著數很多 導彈好 導彈進海攻 退我一手 做防守是不錯的 你去攔住別人 到最後 我覺得 當台灣 現在面臨的 就是中國的 強勢武統的威脅 要麼是武統 要麼是武統 你現在台灣要面對 就要增加兵力 因為現在行了武兵制之後 現在台灣的兵力 是減到13-14萬 當時我們在那邊讀書的時候 台灣的政區軍軍力是32萬 現在跌到13萬 即是沒有了20萬兵 後面的人很多 當然 後面的人都好像 我論肥斯大隻 怎麼打 那些兵役制 都是貪你們當個兵 你必要時拿一支槍會射 對 你不跟我們 我們射的射 怎樣組合之槍 怎樣去防禦 怎樣去進攻 大家有個默契就可以 撿到一支槍可以打 這樣是事實 然後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 就是其中一個優點 既然你看到台灣的未來幾年 我想是很快 這兩年 我想民主黨政府 台灣中文國政府 會重新改革徵兵制 但是徵兵制 有一點不好的 有一點不好的 令到人 武兵制的好處 在這個制度之下 你還去當兵 一定是有心保衛國家 因為他當作是一個職業 徵兵制 徵兵制 很無聊 很無謂 不是很無聊 而且是在台灣徵兵制的時候 發生很多所謂的兵變事件 所謂兵變 不是就是徵之槍發送徵兵 而不是 而是當兵之前 不是有拍拖的男女朋友 當兵之後 女朋友跟了人走 因為很多人專攻這些 這麼懶惰 為什麼呢 女人 二十多歲出頭的小妹 當然要人陪的 大哥 你哄得是亮 哄太多是亮 哎呀發覺的 原來這麼多 台灣當兵會沒事的 真的沒事 沒有事 我們這些 你不要等法國佬 或者他今個禮拜出不來陪你 你又悶一個禮拜 難道你又集後一個禮拜 那你相信我 我們喝杯咖啡 這樣不行 很多是這樣 即是如果去到變成我是台灣仔的立場 你們這些香港人一定要服兵役 你們不服兵役 就被你 沒錯了 發覺都說了一個重點出來 台灣仔不喜歡當兵的 他們千方百計是逃避兵役的 他們走過所謂的代替役 所謂的代替役 所謂的代替役 好像林飛凡那些 他也是當兵 但是當兵呢 叫做代替役 是怎樣呢 幫一些老人家去推輪椅去入醫院 那就是社會服務令 是啊 社會服務令而已 他們爭取這些 這些自己要認識別人 認識別人 你搞定那個副導長 副導長 搞定那個兵役科裡面那個 上教或者少將 這樣你就一簽 搞定了 現在服兵役 他好像是八個月而已 那時候兵役 前幾年 現在他改了 那時候是兩年了 我們那時候是兩年 嘩兩年了 但是 但是 你真的行回征兵制 亦都不贊成行兩年 基本上 你 但是不能太少 你負兵的太少 你經驗不足 你整個軍營的運作 軍隊的運作 軍隊與步與步之間 旅與旅之間 連與連之間的溝通 交接 你很多專業技能要學的 那麼 然後 你佔另一個城市 你怎麼去分配軍隊 誰搜到誰搜到 你要學的 一定不是 你不是三四個月就能學到的 不是吃雞 打機 不是的 還有我說 香港人 年輕的人 你真的可以 大家聚集一班人 你可以透過一些民意代表 去跟這個政府要求 既然現在 台灣面臨一個大陸的軍事威脅 香港是願意去扶這件事 因為我剛才 第一節就說了 香港廣告地區本來就是 中華民國的國民 既然是國民的 就有義務服兵役 對不對 也是順理成章的 以這個條件來交換 因為這樣 我們可不可以留台的時間 譬如說 我待在台灣 如果我服兵役 我待在台灣 待一年 我就可以拿三個證 計算我服兵役的年期 服兵役我服了十個月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 沒錯 美國也有這些 沒錯 所以我覺得 民主黨政府是極有興趣去接受 因為為何台灣人 我剛才講過 台灣人不想當兵 為何台灣也是小子化 當然香港年輕人也各仇加恨 但我奉勸香港年輕人 有志這一圖的年輕人 記住 記住自己說一句話 當兵不是你來吃雞 不是你來打雞 不是你來打雞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啊 被人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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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自尊 被人屌 我看Force今有 一上巴士被人屌 你死記了 一定要 為何要令到你那個 所謂的個人意志 全部被壓下 當兵不是個人英雄主義 你不要認為我是Rambo 你拿著槍 香港人很多會 我第一天拿槍 我記得第一天拿著槍 我簡直是 麒麟依士活 我簡直是 麒麟依士活 幾個人 好像Dotary 你射舊 但當你天天拿著槍 夾著槍 跑了五千 你宜得拿著槍 就燒了 我告訴你 你那個經驗 你一定會學會一件事 當兵是一個團隊 集體性的 你不可以因為你個人的起戶 你害死全部人 所以你一定同上同落 你那個意識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還有不可以有個人 即是一個口令 只要是一個動作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即是這種糧我沖過 你沖過沒有 必 打水 必 淋水 擠下一個盆 必 查檢 是不是好像A計劃第一集 全部都是這樣好 要十秒鐘之內 即是三分鐘沖涼 什麼都試過 三分鐘可以 我平時在家都頂了五分鐘 三分鐘以後 你還沒脫衣服開始計 難怪 這樣就不行 即是離譜了 即是如果你腳開花灑那一刻 三分鐘 所以三分鐘 從脫衣服到穿衣服 沖完後三分鐘 唯一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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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認清楚你自己的內褲 所以你的內褲是規定的 底褲一定在左下角旁邊寫軍的號碼 和你的名字 有個號碼 每個士兵都有個號碼 你這個名字 我就假裝無知 大大士在春代那天寫 三個大士 我告訴你 肯定不會被人拿錯 壞蛋 整年人八九幾人 把底褲都扔在那個難度 三分鐘兵荒馬亂肯定撿錯底褲 這樣嗎 一撿錯底� 有件什麼事 發覺佬 撿錯底褲就要穿別人的底褲 濕疹 好聽一點就叫濕疹 不要聽 不要聽就叫做 帶線 每個人 濕疹不會傳染的 你說笑 你講的叫做帶線 濕疹不會傳染的 你最後 每個人 你會發覺很多人 當於一頭半個月 天氣熱 每個人掃錢去掃散紙 對 對 對 真的很順暢 不要說這些壞事 我會覺得一件事 香港人 香港年輕人願意當兵 你和台灣政府換取台灣的居留 為什麼呢 許你其實有什麼生產力挺有需要 因為未來台灣 但是沒有這個門老 以前 所以你要談的 你要跟他反映 所以正如我一報告說 現階段 其實你留在台灣那幫人 你除了跟民進黨和政制黨談 你真的要跟國民黨談 很難幻想到 和國民黨談 你真的 很難幻想到 你朝野最大的黨是國民黨 現在國民黨也不是你所說的投共 今天香港出這些事 最快發表意見的 發表聲明的是國民黨 不是你來眼中最反共的民進黨 只不過我們國民黨和共產黨 大家鬥了八年了 大家知道大家是什麼底什麼了 知道什麼是底線 他們很清楚 所以什麼情況出手 什麼情況不出手 他們有分數 所以說 我覺得現階段的年輕人 大家無論如何 你爭取自己最大的權益 在這個過程中 首先你真的不要每一天 你又什麼 不要標籤 不要標籤 你這樣對自己 一點好處都沒有 你要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 就是聯絡港大的群眾 兩邊都要 你現在需要人幫 國父都說 必須聯合 世界上以平等 代表的群眾 共同奮鬥 你要清楚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已經 你不可以單單正 要求一個正 譬如你找美國人幫忙 民主黨共和黨 你都會兩邊 你都要拜的 兩邊都要拜 你只拜死一邊 即是等於 看到民主黨希拉莉 擺到明 現在出了聲 要抓中共去懶惰特朗普 難道你說希拉莉 你投共啊 也都不要說這些 尤其是在美國 不要involve 這些東西 讓他們美國人自有公論 他們自己想見 是啊 我也覺得 你沒有投票權 你就 no comment 一句算數 你就不要這麼多口 你一直國際線 打國際政府 因為民選出來 他都要向自己人民負責 所以 遊行示威 畫面 就是給那邊的選民看 然後再逼那邊 大家都說過的點是非常好的 現在執政黨 你無論怎樣 幫到你 一定是執政政府 但是 puss up 執政政府做事 一定是在野黨 不是啊 必然的 你明不明白 現在你暗居 你聽他做事嘛 你香港人 你經常找這些異分法出來做 你敲民政黨做門 民政黨說 我們正在做事 然後呢 然後耍你 然後帶你遊花園 但你不是啊 你搞了國民黨 國民黨幫你做 大佬去進去衣服 就對了 你之前 用什麼 一會兒去文政黨 看你走進國民黨門口 就馬上打電話給你 回來了 不是啊 你要懂得玩這些 你純粹從浪漫 對方很正義 他們要假定 這件事 我近一年的觀察 很多人以為 因為多了很多人出來 示威 或者留意政治 但是我發覺很多人 有個誤解謠 以為爭取民主 或者那些 一定是好人 反共一定是好人 未必的大哥 朋友 你太年輕了 真的 很老實 你現在用了政黨 好像兩年前 韓國瑜 贏到 糟糕 很多人都以為 我發覺都是 餐航 不是餐航 而是覺得 台灣人 你真的懂得玩過選票 知道怎樣 我屌你 我就是今屆頭 韓國瑜 你屌你 很奇怪 兩年前 韓國瑜 靠一場大雨 我在這裏說 我是全香港第一個 第一個 哎呀 KOL 我說這場大雨 將會改變台灣南部的政治生態 是嗎 當時沒有人笑笑 結果我中了 今天巧妙地兩年後 台灣現在南部也下了一場大雨 但這場大雨 高雄也浸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不懂得說 我沒有說任何話 不要打個小報告 正如我 剛才也提到一個 比較貼一個問題 你 現在香港人要走出去 要什麼時候走 走下四海 誰知道 我覺得現在 有沒有第二個選擇不走 其實就 呃 真的很老實 不走 你要做兩件事 要是做狗 又是做信民 你沒有辦法 而且你真的要很有智慧地出聲 因為現在 老實說 這條法例 怎樣去執行 還有幾個月談的 我猜10月左右 我想 做這些事情 也都 好老實說 要看一下西方列強 怎樣去對待 因為很多變數會產生的 對 為什麼這個始終是一個 但是也很老實 沒見過的事件 中共走得出這一步 就預算了別人制裁他等等 沒錯 預算了 不用怕 預算了 其實他也算好數 我就是要做這件事 現階段 要謀定而動 大家先不要這麼衝動 但是那條後路 就一定要先鋪定 一定要先鋪定 一定要先鋪定 如果大家 很多人說很喜歡台灣 食物就好 生活容易習慣一點 其實最主要我發覺是容易習慣一點 容易習慣一點 要坐移民監 就坐11個月移民監 11個月 11個月 快的了 就不能走 不是 總之一年內 你加起來夠333天 一年內333天 你可以連續這樣做 但是你說快不快 所以我剛才說 你如果去開放當兵的話 其實那十幾個月 真的要眨眼過了 那十幾個月 真的要眨眼過了 即是開放當兵 這樣而已 是啊 還有另外一件事 第二件事 要爭取台灣的是什麼 很多人 對不起 先擦一擦 很多人說 你知不知道 蔡英文這樣開放 將香港 關了門 令香港 以後入台灣 就沒那麼方便 等同於大陸人 這件事我覺得 真的是不到位的評論 因為現在 你網上申請台證的話 即時批的 都是必須在香港出生的人 不是香港出生的人 就是你在香港不及七年的人 老實說 是不可以申請網上簽證的 就是現在已經是這麼嚴的了 就是堵截了大陸那關的了 你說再嚴一些 讓他入境那些 我亦都相信 未至於會這樣 因為為什麼台灣 也是很靠那個旅遊 有啊 我看有些網上的 都講開台灣的留言 都說 這些就是防間諜 我問一下你 是不是好像說 近這兩年 之前 譬如那些大陸人 去台灣讀大學 好像是比較難的 難一點的 才會申請 難一點的 但是不是好像 現在開放多些地方 現在開放多些 這件事可能 在未來會 關緊一點 可能比較福建 還有香港人 去了台灣那邊 你真的要跟政黨去交流 一件事就是 應該開放一些 去到台灣讀書 讀書後 留在台灣工作的人 的入籍資格 開放這件事 尤其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這件事 走了之後 第一 台灣的大學 就不怕 沒有 不夠學生 不怕不夠學生 第二件事 就馬上會多很多 香港學生 過去讀 尤其是中學已經開始 會多 你看看現在 全部都出來了 又說 在湖南 在成都 招聘的教師 在香港做 在藝術科室裏做監管 在學校裏做監管 那些人 那些大貓混蛋 不用做任何事情 每個月拿三萬多的工資 喂 還有捉人背脊 誰不搶來做 我也捕捉到 還有香港居民的資格 現在在做這些事情 大陸 你試想一下 你是不是應該針對這些 好像說 在學識上 方便香港人移民台灣 在兵役上 做一個交換 還有在生意額 投資額上 可以怎樣去談 甚至 老實講 可以去談 投資房地產 可以佔一定的比例 counter ratio 作為移民的計算方法 或者香港人投資的 就是比較好處 少少一點 就是 台灣有這麼多地 你找一個區出來 發展一個香港區 是專門讓香港人 去買樓投資的 在那裏 你進去那裏 你就算移民的投資 你算了多少分 你可以跟他們談 甚至你給台灣提出 去談 沒問題的 為什麼你要死咬 港澳地區 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件事是憲法規定的 憲法規定的 除非你修憲 對 當然 蔡英明說了 未來四年 立法院裏面 有所謂的修憲委員會 這件事真的要密切留意 我的建議就是這些 我覺得 香港人真的自如多福 尤其是現在有 十幾歲的年輕人 你不想被洗腦的話 我老實講 你最慘意 台灣的確是一個選擇 台灣的大學真的很好 說真的 這當然不是鼓勵人離開 最慘的現在 一定是很多人在想這件事 你不就算不離開 你起碼 你也要有一個跳板 因為你現在面對的是共產黨 你不要說香港人 法國佬 共產黨裏面的高國 一樣有跳板 現在的問題就是 譬如BMO 剛剛約翰遜都打開口牌 英國人那邊 可能你BMO就平權 或者有居英權 有居英權 可能真的變成英國護照 兩回事 對 兩回事 你不要想BMO 去美國又不用簽證 不會的 但是 但是 都是九七年前出生 為了有申請BMO 你為了九十後 千禧後一定不會有 或者很難不會有 所以 我們總結 就快結束了 年輕人的選擇 可能是台灣 無論如何 現在這群年輕人 我都說了 你去了台灣的話 來到香港 我想第一件事 學好一件事 真的不過一件事 真的要團結 無論在香港如是 去到台灣如是 你真的要聚集一定的力量 你才有 在台灣的議會 在台灣的政府 影響到政府的一些政策 就不要去買單邊 這個反共 我投這個 這個投共 我不知道 不要做這些蠢事 慢慢不能做這些蠢事 即是因為 你 他投不投共 就是他那邊的選民 不要懲罰他 我們這種人 沒錯 你真是 即是很老實 你最要是他幫到手 即是很老實 我們會說 喂 之前的人說 韓國要開放自由運 會變成一個 你也知道 喂 就算怎樣變成 他投票 都會有票投給他 現在可以罷免他 還有我可以提醒大家 台灣人 地道的台灣人 不是好像某個燈神這樣說 很喜歡香港人 你烏你了 不是 台灣人由此至終 過去幾十年都是 對香港人是有一定的戒替在裡面 很多歷史的原因 我今天不夠時間說了 就真的不要這麼以為 台灣一雙情願 很喜歡香港人 大錯特錯 不要太有大浪漫主義 也不要覺得 英國一定會被人收 一定會收 不要老實 不要老實 特朗普一定會借罪中國 不要不老 我真的覺得很老實 你想想 人家剛剛搞完脫歐 脫歐又怎樣 脫歐就是他們不想 英國人眼中的無謂任性 我覺得若干人 都打算繼續打 但真的有沒有打 我都覺得 狂臂擋居 你是差一場很巨型的廣場運動 真是廣場運動 總之自求多福 不要再無謂犧牲 多謝四海哥 多謝 不要緊 都要再來 我多點叫你 多謝 多謝 之前都跟你說 想找對話就要找你 今天剛好 我們是最美的 剛好 四海哥來 多謝 記得交月費 多謝四海哥 拜拜